你还老是歪子,这回才是白万嘛 我让你看到我的能力 你没有劲儿呀 大家好,我是高兰男 万里冠军魏世成 必须要让歌舞员看看他的功力有多强 没想到这个名判太可怕了 不摇人是不行了 自从歌舞员被这些健身大便的博主发现之后 就经常用免费的人肉沙包可以打了 还都是资源送上门来挨打的 这些博主被打后表现得太夸张 被网友质疑饰演的 直到游商去拜访之后 打游商的时候 他都不敢接第二下 感觉有点痛 有点痛 没问题我有药 再给他 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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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歌舞员打到自己大腿上 力没有收住 他自己也受不了了 疼得吃下了两嘴 哎呀 原来我打得这么疼 奥林妙峰整天在网上校正歌舞员 明确表示歌舞员的功夫是假的 必须要打假 可是一直磨磨叽叽就是不去 战略冠军魏思成和健身大人短腿小萝卜 实在忍无可忍 必须要让歌舞员见识一下 天晚有天 人晚有人 再来打假 魏思成也不再客气 他要先试一下 哥老师二十年的功力 必须要先感受一下 他三十年的功力 实在最大的力量 怎么样 疼吗 我不信心 我再来一次 两次 他都使出最大的力气 哥老师文字不动 他嘴上说不疼 可是身体却出卖了他 疼得他满力乱跑 手都打住 真的疼 这比你左边打的一下 右边打的 这就是整体 看着 按照规矩来说 他也得感受一下 哥老师的功力 哥老师对他还是蛮账务的 让他夹了一层衣服 不疼吧 什么东西给我一下 那就不叫胳膊 打在人身上 就跟铁钝一样 事宜至此 不感受一下 他腿部的力量 那这场算是白来了 看看有没有 他们表现的那么夸张 怎么样 亲人试过之后才知道 疼绝对是疼 可是没有他们那样夸张 一听这话 哥老师不愿意了 他右腿的攻击力 是百分之百 左腿的攻击力 是百分之三十 刚才用的是左腿踢的 既然哥老师都这么说了 卫士诚也不是那种 短想怕吃的人 是就是 谁怕谁 还好我点了暂停 不然你就飞了 算了你还是飞一下吧 不疼 不疼 看我这间右腿跟肚子也受不一样 是不是 是不是我批 我批 两腿的发力确实不一样 见摄影师现在来的活 必须要让他感受一下 大不了中午就是架个鸡腿 我们社上也是 我扶了 我扶了 你看 你看 我也是扶住 不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制裁我呀 为什么 日从真正死丫子嘴硬 打死也不承认 可是他就被哥老师打错了心理应用 哎怎么样了 没事 再来两下吧 一同来的短腿小萝卜 都被他打得胸都不对称了 这个没打上吗这个 你的胸已经不对称了 回去之后 萝卜哥也是第一时间电话要人 找好兄弟来报仇 别体都豪横了 可是最后全都被哥老师收拾了一对 日成直接改变策略 要避其锋芒 用自己的专业再去挑战他 就不信打不过歌务员 你还老是歪了 这回咱该办吧 我让你看到我的能力 走腕 魏志诚可是全国灌尼 这次总算可以光明正大地 赢歌务员一次了 没想到竟出现这种情况 你没有劲儿呀 魏志诚也不傻 好汉不吃眼前亏 只能忍在了 没想到你这么大劲儿 算你了 我们下次再见 现在这种情况 魏志诚小报仇 必须要人 36G走为上策 有一说一 哥老师手上的功夫是能看得出来 但腿上的功夫说真的 让网友们不再相信 明显看到 哥老师腿部没怎么发力 感觉这些去打假的人 表现得有些夸张 各位大佬 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段讨论 谢谢 我们下期见